大陆的购物中心竞争异常激烈 不过在福州 这家商场却做出了清楚的区隔 他们还原八九零年代 福州的街景和市景生活 复古的元素老一辈来怀旧 年轻的族群跑来这边打卡 休业十年的牛排馆也重新开张 好些高龄九十岁的老爷爷 带着老奶奶都来重新造访 回味当年第一次用刀叉 吃牛排的老时光 今年历史沉稳内敛 正是福建省会福州迷人之处 历史明楼正海楼 世花茉莉花甜滋滋的雪糕 婉转文创 这里可以很潮 也有几代人都吃不腻的美味 小吃是很多人对于一个城市的记忆 而这家店已经超过了百年的历史 吃的不仅仅是风味还有文化内涵 我愿意在福州遇着吉祥平安 我每一天一大早就把吉祥的平安传递出去 落锤敲打就像曼妙乐章令人惊艳 陈君凡56年来日复一日 将新鲜猪肉打成泥 裹上地瓜粉制作成艳皮 再包入内馅 肉包肉口感滑顺 几乎是福州代名词 家业传给女儿后 对展店兴趣缺缺 却因为一个充满市井文化的地方 动摇了 助力闹区的天桥 好多人在这普出炼曲约定终身 十年前因修建地铁工程升退 现在以全新姿态回归 我在那边拍一张照 我帮你拍一张照 你小时候 小时候你在那边看这些头啊 一景一物勾起陈君凡和女儿 陈彦君的回忆 八九零年代的街景建筑 老福州的细节向复制贴上 搬进商场 当时得知有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就第一时间过来看了 我就觉得 哇 你看有满满的回忆 这可能是火爆福州城 或者乃至于火爆福建省的 这一个地标 那我就跟我爸说 我们到今天为止 已经是145周年了 那我想做一间爷爷的店 说服老爸后 陈彦君以老照片为样本 除窗 窗户 招牌 尽可能原汁原味 还重现天花板上晒艳皮的传统 年代感堆砌出情感连结 老字号迈其情怀 留住了城市的印象 留住了城市的文化 保留了城市这个历史 我们这个城市就更有了文化的顶 上大学的时候 经常跟同学约会出来玩的地方 都是比较有感情的地方 然后就来这边怀旧一下 现代跟复古都可以穿插着 链接得好 就是一个特点 满满网红元素果然自带流量 三层楼设定不同场景 有宏极一时的商业中心 百姓生活缩影的手工作坊 和伴随学子青涩岁月的学生街 邀请了电影制片厂的团队 来帮我们打造这个场景 就像我们身后的学生街的牌子 当时就是我们特地 从历史的影像资料里边 去百分百地进行一个还原 老的建筑要拆的时候 我们专程就是说派人到那边 去把它一片一片的拆下来 保护好运过来 老一辈怀旧 替年轻族群制造穿越的冲突感 不仅在硬体下功夫 也要会说故事 过去五年大陆新开业购物中心数量 在2018年达到巅峰 去年因为疫情急剧下滑 城市的魅力以餐饮零售文创来呈现时 不能只活在手机的滤镜里 商业现在竞争越来越精烈 同质化越来越严重 我们能不能不用那么功利 让消费者进来 他不一定就是说买买买 招商团队想起了福州第一家牛排馆 1993年开业 很多人在这儿学会怎么拿刀叉吃西餐 少女的时候吧 可能就来过这个牛排馆 对 但是福州都没有 这个是非常潮的 特别带我的孩子来的 就是也让他知道一下 就是以前我是他这样子一般大小 然后尝过的味道 然后现在是嫩煎了 今天台上师傅利落萨肉块 空档打个蛋 热好的铁盘洋葱爆桑 牛排配上Q弹面条再淋上酱汁 20多年前是奢侈的美味 这家店因为地铁拆迁 消失在大众视野长达10年 一个契机让老板决定重出江湖 消失的老品牌跟那个消失的老街景 要出来整个要给它护用回来 那那个时候他说完这个 还真的蛮感动的 我说这个有点触怒我了 今天牛排可以吗 很好 我们是福州第一家了 从小我就在吃了 真的吗 那你是我的牛排吗 林淑英花了半年从主团队 顾客冲着老派西餐厅而来 还有高龄的爷爷带着妻子 重温熟悉的味道 当初我吃你的牛排的时候是六十几岁 现在我九十一岁了 奶奶是八十九岁了 我那时候蛮感动的 非常感动 我那时候就是感觉 我做这件牛排重新开这个牛排 太有意义了 不仅仅是只是一个人彬彬的场景 它是有一个温度 有情怀 有故事的这样的一个文旅商业项目 引起共鸣不仅成为商业模式 在城市发展新旧更迭中 唤起记忆中的美好 更弥足珍贵